读懂了知智通鑑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鑑 多谢关注何人读通鑑节目 今期我们讲《原宗》系列第四集 《纵色冷静》 杨贵妃是开源天保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之为大唐盛世荣夫共体 生死同时的异仗 杨贵妃是属州师会杨元燕的拉女 据说生于开源七年 即是七一九年 世传名叫玉环 开源二十三年 即是七三五年十二月 被原宗拆封为寿王妃 寿王李牧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原名李清的母卫妃所生的王子 开源二十五年 母卫妃去世 袁中很伤心 看完后宫佳麗三天 竟然没有一个适宜的替代人选 有人咒读 寿王妃要与视之美 绝世无双 袁中召结他 一见钟情 即刻要他自愿 请求出家为导姑 取名太真 袁中为寿王令取 为是为非 然后将杨太真静静地迎入宫中 杨太真 体态风严 晓音律 圣景荣 善逢迎上衣 不到一年 宠余就和母卫妃生前差不多 宫中称他为娘子 所享的礼儀 友如皇后 杨贵妃恩遇醉龙的时候 骑马要由皇帝近侍高力士冲任骑路 为他拉着姜城 奉上马鞭 专门为他积感刺售做三个女工 多达七百人 朝野官员 增献 弃服 增援 岭南京略士张九章和港宁长使王益 因为所欠的宝物 甚得贵妃中意 张九章升官三品 王益进击入户部侍郎 于是奉承杨贵妃就成为天下风气 他喜欢食鲜荔枝 皇帝下令岭南派人每年接力持役 急送长安 入口的时候 竟然能够色味不变 所以杜牧师云 长安回望寿城堆 山顶千门 刺帝开 一气红尘 妃子绍 无人知事例之来 杨家因为出了这位得宠贵妃 杀士之间 鸡犬升天 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 碧国夫人 和秦国夫人 袁宗清己做阿姨 出入公役 并成恩赞 誓傾天下 他们和其他命妇避见的时候 袁宗的妹妹 玉珍公主都不敢先坐下 杨贵妃的三个堂兄 杨迁 杨琪和杨超 都在朝中做高官 其中杨超更被袁宗赐名国宗败上专权 天宝十年正月 杨氏五个家庭 即是杨迁 杨琪和韩菊秦三位夫人 夜游 在西市门 和皇帝女广平公主的队伍争路 发生冲突 杨氏家努挥边 碰到公主的衣服 公主受惊欠落马 驸马程昌蕊扶公主的时候 亦伸中掃兵 公主向父皇哭诉 袁宗下令 杖杀行空的杨氏家努 但是几日之后 驸马就被免官 没得再上朝 由于得到袁宗的嬌仲 杨氏兄妹讲修悔劳 接受请托 考取豪夺 积罪了海量财富 滋意废货 以至民间有歌仔唱 生男物卑类物丘 君甘看女作门眉 天保十四年 即是七五五年十一月 暗市之乱爆发 叛军十二月打入东京洛阳 第二年六月攻陷同关 逼近长岸 袁宗七套行至马崖翼 即是今日的陕西兴平沿 护卫部队刮变 杀了杨国宗 并要求处死杨贵妃 袁宗无奈 明高力士将杨贵妃勒死在佛堂 红颜祸水是杨贵妃永远脱不了的标签 但是从寿王妃到准王后 从三千宗爱尽在一身 到三尺百力香烧欲运 他未曾有过一日可以为自己的命运做主 就更加不再说为国家的命运做主 大唐国运游胜转衰 实在不能够怪到他的头上 李隆基喜欢杨贵妃的 除了他的绝色之外 还有他的万妙歌舞和无味气质 他是可疑而不可求的独特的这个 袁宗一会见不到他 都会若有所失的 天保五年杨贵妃因为杜贵不信 袁宗一路之下将他送回唐卿杨贵家 但是就在当日 袁宗就茶饭不思 情绪異常 高力士见到急谋转换 请子向杨贵妃送些用品 袁宗顺水吹舟 将自己还未吃的御膳 分了一些要高力士送去 到了夜晚 高力士再请子迎贵妃回宫 袁宗这个时候气也下了 就命令打开禁门给他回来 从此因如愚弄 天保九年杨贵妃五子 又被送回梁家 护布囊中吉温通过太监劝皇上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冒犯天威 陛下如果实在顶不信 刺死他就是了 为什么这么忍心 将他逐出去外面受辱 袁宗亦后悔 就顾忌重施 派人送御膳过去 杨贵妃流着眼泪对侍者说 神妾又罪当诸 陛下赦我不死 遣返梁家 看来从此都要永离皇宫 看来金欲振援都是皇上赐的 不能够表达我的爱意 但是头发是父母给我的 就以此献给陛下 剪下青丝一缕 交给侍者带回去福祉 袁宗亦就叫高力士 赵还贵妃 舍得更加欲紧 他们非常享受这种 花前月下 余交此出 内使发下小脾气 灑灑花枪的夫妻情趣 这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 有共同语言 但是不吃人间烟火 在理想中 或者很美好 但是对富有江山社稷 以重任的帝后来说 现实的后果会是十分残酷的 安市支乱爆发 袁宗想御驾亲戚 令太子李亨监驳 并且说 视频之日 就会把位传给太子 因为杨国宗素来和太子不对 怕太子登位对自己不利 就请三位夫人求告杨贵妃所指 顶不顺杨贵妃要生要死的哀求 袁宗就不再提亲征的事 袁宗如果稍微缺绝一些 坚拒杨贵妃的含土请命 毅然亲职 长安能不能够保得住 固然还是未知之数 但是起码能够提升官军平叛的士气 或者就不至于令到军队因为沮丧无助 而迁怒杨贵妃 相较于过度外屋及屋娇宠杨贵 原中更大的失误是放弃自己的自觉责任 安史之乱平息之后的四十余年 伟大诗人白居易写成绘役人口的长恨歌 追究原中的失责 文学理论有一个观点 认为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图 在作品中收埋得越隐蔽越好 好像美国长篇小说《飘》 讲述了一个荡气回祥的人生故事 但是作者的政治立场 却是歌颂南方的奴隶制 愿行北方所实行的先进社会制度 摧毁了南方田园木歌式的美好生活 又好像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 字面上讲的是妻美的代欲保育过程故事 但是作者曹雪勤心中的剥扁 实现是什么 至今仍然有争论 所以鲁顺先生说一部《红楼梦》 经学家看到易 道学家看到淫 才子看到前面 革命家看到排满 流言家看到宫位秘识 解放后又加上反映阶级斗争一说 在描写李隆基和杨玉怀爱情的文学作品中 《长恨歌》无疑是最经典的 起码都是之一 在事中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 使读者有如新临其境 感受到杨贵妃从入宫受宠到被杀的传过程 回谋一笑白未生 陆宫粉袋无颜色 后宫皆历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室 缓歌万无仪师足 尽日君王 看不足 陆军不发无奈何 软转鹅味 马前死 又写了袁宗在平暖之后 回到长安时对他的怀念 熟江水碧熟山清 圣主朝朝暮无情 行宫见义伤心息 夜雨闻令 长断声 直电仍非思潮言 孤灯挑尽未成灭 迟迟中古初长夜 耿耿升河 欲处天 怨阳牙冷伤华众 翡翠耿寒 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拍不曾 来入梦 更写了杨太珍在蓬来仙岛对袁宗的心情思念 临别因勤 从记迟 池中有势量心知 七月七日 长生殿 夜半无人 诗与时 在天愿作彼逆了 在地愿为连离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幸缅缅 无绝期 这些名句至今 仍然被后人 任重不已 从字面上看 读者很容易就会产生同情 和欣赏的情绪 但是在我看来 全诗120句 最重要的诗眼是这四句 春宵虎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还有 姊妹兄弟皆列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这四句 谴责了袁宗放弃自己应付的皇帝第一责任 重色冷静 濫情五角 才是私人的真正用心 贵妃五角 和缘是皇帝 既然袁宗实在不争气 就算杨贵妃和她的曾祖家妇 文德皇后 蔣孙氏一样言为 经常督促她勤正爱闻 都是枉言 甚至早就会被她遣返梁家 或者打入冷宫 袁宗系列的重色冷静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系列的第五集 《安市之乱》 多谢大家 《安市之乱》 多谢大家